警察在路口站崗 取締沒有離讓行人的車輛 台中市二十七號深夜 一輛公車轉彎時未減速 直接撞上斑馬線上的行人 造成兩死一傷 二十九號警方回到事發路口 加強宣導取締 但民眾認為臺灣行人路權不張 都有被搶快車輛驚嚇的經驗 同一輛公車也曾被民眾拍到 就算有輪椅族準備過馬路 一旁甚至還有警察在開單 公車照樣強行轉彎 臺東市府近期公布公車評鑑 造勢客運業者卻都列為假等 遭質疑評鑑形同虛設 外界認為應該要求業者 落實駕駛指差確認 並調整評鑑的配分比重 交通安全議題發酵 臺中市長盧秀燕二十九號宣布 要求臺中市所有公車業者 在農曆年前 召回所有駕駛進行安全教育 交通局強調已對造勢業者開罰 目前正研議加研評鑑方法 並加強取締公車 為禮讓行人行為 但是否對於保障行人 入權發揮效用 還有待時間觀察 記者 台中報導 到達 到達 感谢观看